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刚刚主要就是建一个专案 所以New Project Other 那理论上下一次应该 如果你们怀疑应该有可能他会自动改成叫PyDev Project 所以每一次建专案的话一定都是什么 先建一个专案 然后呢 如果你要建第二个你就Test2 然后记得这边Create一个SRC 然后按Finish就可以了 第二步记得在那个什么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那个Module一定是PyDev的Module 反正下一次只要有专案 然后你有一个专案下方就SRC 一直做NewModule就对了 所以以后的程式就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Module就对了 OK 然后呢 我们刚刚就撰写了一个反正非常简单的程式 A等于3 B等于5相加Print出来 那并且学会什么 把它放大 画面 这个蛮重要的 加Ctrl加Ctrl-减 不过Module 因为Module沒有Ctrl-键 所以Module你可能要再想其他的方法 因为这边有蛮多同学说Module的 有些时候就真的我自己有Module的电脑 但是最后 还是 习惯 可能因为被Windows殖民太久了 脑袋里面就没办法变 一用到Module就觉得 我要重新试验 完全算了我还是回到Windows 所以我也把我的Mac把它装一个Windows 双重开机 或者是可以切换开机 OK 另外在Mac 为什么会把它改Windows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Mac上面 里面只要所有的应用程式都要花钱 那他们可以 那个Module 跟会装那个方法 以后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不用Nu 你可以让它自己帮你找 Quick Auto Config 它就会去你的系统里面找 并且找到之后的话 也帮你把它直接放过来 但是通常是找到的 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 你电脑里面不只装一个Python 而且可能你要装什么 Honda那些东西 那些套件 那它也会帮你找到 可是你也可以切换 你可能比如说有新版 有旧版 有2.0 有2.X的 有3.X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选择 你要哪一个韩式库 不过通常我们刚开始不要讲那么复杂 不然我怕到时候同学弄错了 反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更麻烦 所以我把它remove掉 这个找到这个把它remove掉 我就用懒人包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 大家的环境都统一 那你们出现的问题 也不要也比较不会说 出现的跟我现在讲的又不一样 那就变成说你的问题可能跟我现在讲的又不一样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OK有的时候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发生 当然我很蛮鼓励大家就是 你们除了Windows环境之外 你应该可以到Mac甚至Linux上面去把它装起来看看 为什么 因为以后你不能 你不可能说你是 用自己的方法在开发 有的时候客户端他需求又不一样 他可能挺实用 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就是我全部 我们公司全部都Mac 那你为什么在Windows 而且你拿去人家会觉得说 就觉得用异样眼光看 你会不会 对不对 而且或者说以后Linux 所有的微型装置上面都是Linux 那你势必以后你要开发的环境就只有Linux 那你如果不会的话 那惨了 而且以后如果应征面试工作的时候 人家也会看 到底你会不会各种环境 如果你每个环境都OK的话 非常好 OK 尤其现在最需要让Linux 发现现在很多公司都会一直希望能够 请我推荐有没有 会很会Linux方面的相关的人才 OK 所以一定要跳离舒适圈 千万不要一直用自己习惯的方法在做事情 你可以试试看 回去在Linux上面也可以装装看 也可以啊 虚拟机也可以啊 但是你虚拟机的话 本身就是你那个电脑的等级也不能太low 就可能还有你的Rain也不能太少 因为它会直接去吃你的那个 本来的那个电脑里面的memory 至少可能的话16G的Rain可能还不够 可能是32G等等的更高 然后CPU可能要等级高一点 最好在I7的等级 OK 这其他 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对各位来说将来都会 有有 我就觉得延伸性的啦 那不过我们上课还是基本上环境简单一点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做好这个程式之后的话 Rain出来8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啊 一般Printer的话 如果你出现个8 感觉好像这边叙述不够明确 所以通常会加一些什么 加总结果 冒号8 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个Printer 还是需要一些 前面有几个中文字吧 对吧 不过如果你放中文字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个 这个哦 编码问题 对 编码问题怎么解决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就在这边输入 加总 但是我写的时候要请单 加总 就这样子 OK 然后记得啊 如果你要串接的话 一定要加个加号 那可是你会发现呢 第一个他就出错了 他这边又有虚线告诉你 请各位注意一下 在那个我们Eclipse的环境里面 他会有编码 编码的充码问题 那什么样的地方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Windows环境 他预设的内码是用BigFi 那他里面的叫BigFi码 那可是问题现在一般标准就UTF罢了 所以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假如说你现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呢 他会有个状况发生 串接 第一个问题他说 这个什么 non-UTF8 core 也就是说因为 在Python里面用的是UTF8的 这个内码 但是Windows 我们现在一个版本是Windows 他用的是BigFi 所以两边不相同 那怎么办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编辑它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到哪里呢 一样到Windows 里面的话有一样叫Python里面 找到呢 特别是刚刚是PyDiv 请你在PyDiv最上面叫General General这边 找到呢Workspace Workspace Workspace 特别注意哦 关键的地方来了哦 编码方式哦 因为在那个Equilibus里面 forWindows的版本 他预设是用MS950 不过如果你是Mac不见的 Mac应该就是已经是UTF8 这个地方就不用设定了 你可能检查一下 在这个Workspace里面的这个哦 请你把它改成哦 MS950就是我刚刚讲的BigFi 那请你把它改成Other 改成什么 改成叫UTF8 OK哦 那我们就是以后呢 一律产生新的模组 里面用的编码 就都用UTF8 这样就OK了 哦 那为什么 其实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微软的外 微软就是 它比较相对不合群 它有道理啊 因为Windows这么多嘛 它占有率这么高 也就是其他厂商都用UTF8 但是只有微软 它就是跟你不一样 OK 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啦 所以我们以前遇到蛮多问题 就是开发的时候哦 用微软的环境开发 哎 奇怪跟别的城市就是会有充码的问题 那问题其实都出在这个 也就以后哦 如果你遇到乱码 请记得全部改成UTF8 问题就解决了 OK哦 好 那把它Apply Close 在这边记得设定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呢 你把它改完之后 刚刚本来是用那个 MS950的BigFile 它现在变UTF8变乱码了 再怎么办 哎 你再把它改一下哦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能就是再把它改改回来 加总 冒号 OK好 但是你一RUN之后你会发现 理论上它应该不会有编码的问题了 可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发生 底下请各位慢慢要习惯哦 看懂下面的叙述 他跟你讲说 哪一行错 这一行 第四行 为什么错呢 他还跟你讲说 你这边有点问题 打错位置 OK好 他跟你讲 这个哦 好 对对对 这个要放进去 好 这样 啊 理论上 这个8 创造这边 这个 然后把它执行 底下的话 第二个哦 好 然后把它 底下跟你讲 啊 错 错的话呢 底下还会跟你讲说 啊 你的问题在 哪里呢 TypeL TypeL就形态嘛 Type 资料形态 L就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哦 他还跟你讲 他说没有办法帮你串接 StreetSDR的自串 哦 然后呢 诶 NutsINT 那你讲的NutsINT 哪个是INT呢 对 SUM是8 是一个 Integer 对 所以如果你要串的话 特别注意哦 请你记得哦 把这一个怎么样 转型 对 所以很简单 你就在SR SUM前面加一个 SR STR 前刮弧就可以 再一个后刮弧 那意思就是说 我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 这个里面本来加完就是8 加了这个之后的话 它变成什么 变成前后 双引号 一个8 意思就是说 我把它串完之后 它就变自串 自串才能跟 原来前面加总帽 才能够串接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错都错在这里 心态搞不清楚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串接 一定要转型 OK 当然相反的 如果你要去加减乘除的话 就要再转过去 转过去SRT 这边INT 这边 把什么 把自串再转成 整数嘛 可是INT是整数哦 特别说 整数的话 意思就是说 没有小数点哦 所以如果你资料里面有小数点的话 那记得 你要改成Float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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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保留 它的小数点 OK 所以这边我转一下 哥哥看一下 如果加总冒号 执行一下 OK 好 加总冒号8 成功 OK 所以请会待会 第一件事就是 设定那个什么 General这边 General把它Wallspace 改成入例的8 这一定要做 第二步的话 再把这个 转型 加上去 试一下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